人们都说金才雄厉害 都说他厉害 对他是厉害 但是你们他妈都不知道我这水有多深 这个赛前霸气喊话的小伙儿 就是来自我们中国的KO男神唐凯 说起唐凯想必不用我过多介绍 他在国内拥有着八战八胜 八KO的完美战绩 在万冠军赛上至今也是未尝一败 而他此时对手则是有着 韩国战神这一称号的金才雄 金才雄可谓是韩国的后期之秀 他的拳腿进攻势如破竹 再加上他的骇人的终结能力 让他在格斗赛场上名声大噪 秦如鸡也是万冠军赛 雨量级排名第一的高手 赛前他也非常的嚣张 点名要和唐凯打战力 不过唐凯可谓是出生牛犊 不怕虎 管你排名一级丝毫不动 甚至赛前还这样说道 我觉得前五都是 都以后会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金才雄是我职业生涯当中 遇到的第三个韩国人 前两个已经被我KO了 也不差他金才雄一个 好了 废话不多说 长按点赞 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 可谓是至关重要 只有赢下这场比赛的人 才能向冠军发起挑战 唐凯一世对现了自己赛前的诺言 说KO你就KO你 但是精彩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 KO金才雄之后 唐凯直接爬上边王 修理一手后空翻 这波嘲讽属实挖满 在裁判宣布胜负时 不可一世的金才雄 竟当众贵地痛哭 果然呢 赛前有多嘚瑟 赛后就有多丢人 做人还是低调一点 比较好啊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